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波音公司的罢工风波 23号波音公司提出新的劳资协议 承诺未来四年将为员工涨薪30% 以求结束持续了十天的罢工 工会谈判代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 波音的承诺未达到预期 因此工会成员不会对此进行投票表决 据报道波音公司的最新方案 包括预先加薪12% 外加三次幅度为6%的年度加薪 波音公司表示 在为期四年的合同结束时 工人的平均年薪将从目前的约7.56万美元 提高至约11.12万美元 波音公司说 希望工会成员在本月27号结束前 接受这个最佳和最终方案 不过工会谈判代表当天回应称 他们将征集工会成员对波音的这一提议的意见 但工会成员不会对此进行投票表决 他们告诉工会成员说 这个提议不足以解决大家的担忧 没有达到预期 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约3.3万名员工 当地时间13号凌晨开始罢工 波音公会成员以压倒性的表决结果 拒绝与公司签订为期四年 普遍涨薪25%的劳资合同 而是要求涨薪40% 员工们抱怨 过去十多年薪水仅有微薄涨幅 但与此同时物价飞涨 家庭负担日益沉重 此轮罢工为波音公司员工 16年来首次罢工 以导致波音的商业飞机生产基本停摆 影响737、777等多个型号客机生产 доб成糊短 4 5 5 谢谢大家